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白沿着一条小溪蹦蹦跳跳地往前走 突然看到小溪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破草房 草房门口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 老婆婆坐在一块墨石前正低着头磨着什么 李白走近一看 老婆婆手里是一个很粗的铁杵 李白好奇地问 老婆婆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要摸一根绣花针 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和蔼地笑了笑 说完又低下头继续摸 绣花针 李白又问 就是缝衣服用的那种细细的针吗 对呀 就是那种细细的针 李白挠挠头 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铁杵这么粗 怎么可能磨成那么细的绣花针啊 老婆婆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起头看着李白 一直这样磨 只要坚持下去 一点一点总会变细的呀 说完 老婆婆又继续磨铁杵了 可是 李白还是很疑惑 他想起了上学时的书山体海 接着说 铁杵这么粗 想想都觉得这辈子都磨不完呀 老婆婆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边磨 一边和李白说 你看 小西边的石头那么坚硬 怎么可能磨得圆呢 可是溪水每天从他身上流过 日夜不停 石头的棱角就被磨圆了 小小的流水都可以把石头磨圆 那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多付出一些努力 坚持下去 只要功夫深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可以做到的 老婆婆的一番话 让李白感觉很羞愧 他想起了他的小伙伴们 在教室里齐声读书时偷懒的自己 李白对老婆婆鞠了一躬 您说的对 我也要坚持努力读书 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 回去之后 李白每天都特别用功地读书 再也没有因为无聊而逃过课 后来 李白成了名垂千古的大诗人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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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